户外拍摄 光位怎么找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几种光位 首先顺光 侧顺 侧光 作用力和逆光 这五种光位 然后我们在户外拍摄的时候 阳光是固定光位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 战动模特以及包括战动机位 来寻找这几种光位 今天我们拍摄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顺光 顺光的话它主要是用来压暗背景 同时也能够有更多的细节层次的表现 那么第二个就是侧顺 侧顺光一般用的比较多 脸上的光比过度均匀 很漂亮 那么第三种就是侧光 侧光的话主要是拍摄像 三角光啊 像类似这样的 大光比这样的话比较个性 然后呢光影比较强烈 那么还有就是侧逆 主要是为了打出什么 就是它的轮廓位的 然后呢逆光我们主要是用来拍摄前影的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按照这不同光位 来一一拍摄 OK 跟我学吧 我们先来顺光拍摄 来 美丽手张开来 我们把曝光调调正常 对 偷太招了 偷太招 对 已经闭起来 很好 我们现在在比赛下面出现一个小三角 我们这个是属于侧顺光 来 美丽 来 挑一下头发来 对 看前方向 来 美丽 再往左边转来 我们现在拍个三角光啊 看到鼻子上面的阴影在变大 来 再转 美丽 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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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的可以了 对 这样是三角光 我们现在来拍个侧逆光啊 来 美丽 把头流出过来的来 看我这边来 这侧逆光主要表现出人物的轮廓啊 来 看我试开 我们现在的蜜光再来拍一张啊 我们带点线条进来 哎 美丽 侧过去 来 侧过去 好的 来 双手放着放到下边就来 好 最大高 我们来用曝光切啊 对 很好啊 对 这样就简移了